咱们今天介绍的这种新技术 有一个最直接的后果 就是它一旦它厉害了 可能我们三位都得另寻职业了 这个不仅仅是我们要另寻职业 即使你是一个程序员 现在你是一个技术白领 拿着一份优厚的工作 将来你的这位职位 可能也要被一个算法来取代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要说到这一家公司 叫做OpenAI 我们叫做开放式人工智能 这一家公司的创始者是谁呢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是马斯克 马斯克因为推特的事 因为特斯拉的事 现在引起了很多争议 那我们看到在推特上 基本上是骂他的你知道吗 所以马斯克这个职业 做的叫做推特首席Tweet 做的不是那么的顺心 但是马斯克实际上是 其他几家相当成功的公司的创始人 那么我们比较熟悉的是PayPal 那么另外大家看到的 现在的OpenAI 实际上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伊隆马斯克 那么这个OpenAI 在昨天刚刚推出了最新的 我们叫做聊天机器人 GPT3 3.5代的聊天机器人 我们一看这个聊天机器人 实在是太厉害了 聊天机器人现在是免费试用 因此我们有很多 看热闹不怕事大的网友 就去调戏这个机器人 让他来讲各种 请你用沙士比亚的文风 给我讲一个黄段子 机器人马上就用沙士比亚的文风 讲了一个黄段子 我们看到里面有诗有唱有永叹的 还真的是像那么回事啊 以后的人就说 请你以SAT这个满分的水准 给我写一篇议论文 来谈论一下吉他和电梯的一同 这个话题我一听 这个SAT我是考过的人 我要是在考场里我都不知道怎么写 吉他和电梯有什么一同 你们一看啊 这个机器人呢 真的就是写出了SAT高分范文的水准 说呢 我们普遍想到吉他和电梯的时候呢 大家都认为这是两种并不相关的事物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发现 吉他和电梯既有同也有异 有相似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首先第一点 吉他和电梯都需要经过精心的工艺设计 吉他的构造是这样的 吉他的设计是这样的 吉他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等等等等等等 电梯的设计是这样的 电梯的工艺如何复杂 电梯必须要怎么怎么样 写了这个我们叫做标准的 这个三段议论文的格式啊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还得出了有一点 这个我们叫做哲学性啊 说通过以上的论证 我们看到尽管吉他和电梯 表面上看上去是并不相关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在工艺 在制造上都是有相通之处的 这样的一个分析也告诉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觉得万物并不相干 但是仔细研究 其中是有相似之处可循的 我们还看到最后还有一个结论 这就比较厉害了 但这呢对于AI来说 还是小猜一叠 你甚至可以直接向他提出 专业性的问题 比如啊 这是我写的代码 这段代码现在遇到bug了 你给我找一找bug在哪里 你把代码贴上去 这个机器人的确就能给你找出 代码的bug在哪里 那至于我们媒体人就很紧张啊 看一看这个AI机器人 能不能写出新闻稿啊 比如我们说啊 说请你写出一段10分钟的podcast 这样的一段就叫做文稿 来介绍此前美国石油巨头美孚腐败案的经过 结果他真的就是写出了10分钟的有关于美孚腐败案的背后的各种季节 因此呢 现在啊 很多技术员很紧张啊 这个蔚来这个 这个他就可以直接写程序了 那我干嘛呀 还可以对我的程序挑错 我们这个媒体人也很紧张啊 蔚来新闻稿也可以他写 蔚来的艺术创作也可以他来做 以后不是不能写博士论文 对呀 这个 现在高中学生很开心啊 对吧 江莱老师出一个题目啊 请你论证到底是环境保护重要 还是科技发展重要 我根本不要去思考 也不要去做研究了 我直接让AI机器人写就可以了 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是随机式的 对 他不是说 AI写出来啊 比如说这个 俄乌战争什么时候接触 他这个时候他就写一篇文章的文章 你也出一个标题 俄乌战争什么接触 然后他也写出一样的东西 他第一篇第二篇不一样 是不是这样 厉害了 既然这个你就知道细节了 你知道机器学习 它实际上是随机样本 这样来实现的 所以呢 哎 你每次得到答案都不一样 每次得到答案 别的地方也没有办法去找 那你说我是一个老师 我怎么知道这个学生是自己写的 还是让AI机器人写的呢 所以我们看到的确是相当之厉害 但是呢 可能在伦理上 是有各种各样的考验 还有另外一个考验是什么呢 就是算力上的考验啊 由于呢 这个机器人一下太火了 结果呢 哎 整个的运算能力承受不住了 如果现在你要是去啊 这个AI机器人上 还想再玩一玩呢 他会说啊 现在呢 我们这个后台啊 需要排队了 你呢 输入你的一个邮箱 轮到你的时候呢 你才可以上来玩啊 对 目前看来呢 我问一些问题 嗯 比如说习近平的说明到底有多长 你问三次 对 我们看看他是不是 许平均值 对 许平均值 每次给出的是不是标准答案啊 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 这个AI机器人呢 现在啊 暂时是免费的状态 那么未来呢 可能会变成每月收费 这样的一个状态 到底收多少钱呢 有人说啊 他每月收200块钱 也是一样 有很多人会去用啊 有人说可能最初的定价 是在15到20块啊 不但是我们这一些啊做文字工作的人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前可挣了 现在谷歌也很头疼 为什么呢 大家还是向谷歌提问 和向AI机器人提问 哇 那个水准呢 云泥之别 对对对 这就是美国和这个世界最了不起的地方 当一个企业膨胀之后控制了这个世界 政府对付不了它 老百姓对付不了它 只有一个事情可以对付它 嗯 就是科学积蓄的进步 用科学积蓄的方式来粉碎 这些巨无霸的企业 这是政府 刚才小阳 所以说大家想感受这个科学技术进步啊 如果说大家排不上这个模型的话 还有很多AI相关的 大家可以就是立即就可以体验 其实除了这个AI互动交互 这个问一问一答的形式之外呢 AI绘画或者AI艺术 也是可以说是今年下半年非常爆炸式增长 对美国早就完了 哈哈哈哈 打一个任何东西它随机出来都是 都是现代化 是的 因为今年的话就2022年AI生成艺术生成或者是AI绘画呢 基本上是有个爆发性的增长 那么如果你在谷歌指数中搜这种AI绘画或者是AI艺术生成的话 你可以发现这个搜索量或者它的趋势是一个这种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意味着它在以前所有就是AI无论是哪一个模型 它已经收获到了足够的一个资料 并进行了一个它自己的一个分析以及或者是生成 但是再说到绘画或者是艺术 这就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AI生成的画作或者是任何的艺术作品 它有它的争议就是那它的版权属于谁 那它是否属于它是不是有抄袭的嫌疑 以及等等等等这种目前跟现有的伦理或者是法律进行抵触的这么的一个 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矛盾了 不仅仅是绘画实际上的未来甚至有可能直接由文本变成动画电影 这也是AI可以实现的 那我们知道实际上基本和AI绘画的2D禁止来看 实际上就是一个运算量的这么一个差别 未来可能是儿童书那你直接把它输入给AI AI就可以根据你的文字内容直接变成动画了 你迪斯尼还有你这个Pixel 这个比斯卡你的这个生意到底去哪做 所以我们现在普遍灭力大副失业 所以我上次碰到医护刑先生 因为医护刑先生说美国不行了中国不行了 因为你们两个国家人口都不行了 我就告诉他新的技术的进步 它整是改变我们拥有的框架 比如说我们以来认为地球完蛋了 因为人口太多了 结果现在发现人口太少了 实际上整是有一些技术的进步 人们来解决一下我们认为危机的问题 要不是不是这些科学家 我们这些可能今天人就根本不存在了 那么人工智能的出现 它不仅仅是让我们的技术上插起一种非要 实际上根本上可以代替很多非常无聊的枯燥的 政府部门就手上其冲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政府事业 要是政客的事业 因为他们干的事情除了是喘煞 就是一些机器人的事情 如果人工智能手心的政府部门 我觉得我们的全球的政治品质大幅度提升 其实我们说了这个 对但我对此保留意见 因为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我们看到很多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作品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作品 我们会发现其实文学创作者 对AI或者是人工智能 大规模应用或者是一种 人工智能无处不在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比较保留的一个态度 他们真的就保留 不是今天 当你互联网出现的时候 计算机出现的时候 手机出现的时候 有很多大学教授 自己不要用手机啊 对吧 就是直接用手机啊 直接用计算机啊 直接用网络 历史的才能成的就是这样 你还觉得这个他们这是组长的吗 其实现在有关于这个AI增长的问题啊 涉及到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是AI可以取代5% 10%最无聊的工作 最危险的工作 那我们觉得明显是利大于弊的 对不对 比如说一些危险的一个车间的运营 原本你需要一个人去做 现在你用只机器狗 那肯定对于我们来讲 既安全同时又提高了效率 如果哪一天AI取代了90%的人的工作 那人到底怎么办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此杨安泽之前在竞选的时候 曾经提出了一个方案 就是那一些负责AI生产的企业 必须要提高交税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的这些生产 取代掉了更多的人的工作 所以你们必须要负担 这一部分由于你们而产生的社会成本 当然这样的一个逻辑 我们一听觉得很奇怪 明明是一个很好的企业 平时要它多交税 这你不是杀大户吗 但实际上它背后是这样的一个公平 这样的一个逻辑 再说到AI 另外有一个很有争议的一点 就是现在我们认为 可能最保险的职务就是那些会训练AI的人 你是AI的师傅 你要写程序告诉AI到底应该怎么做 你不断提升算法 在理论上取得建议 但是我们知道 AI自己也有可能会获得训练AI的能力 那如果将来 这个AI可以自己训练AI了 训练AI的人 也可以自己来训练训练AI的人了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mata的这样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人到底做什么呢 难道真的机器也可以获得意识吗 这里呢还要特别推荐大家看一部 跟科幻相关的电影 其实是两部 一部呢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我们叫做这个西部世界 是非常精彩的 HBO的一部大片 第一季特别好看 可以说是历史盛典 第二季就比较无聊了 第三季不怎么样 但是第四季又特别好看 所以呢第二季第三季 那您撑着点 第四季的时候又有精彩 另外一部呢 就是曾经在今夜不正经 这个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到的 一个呢有关于机器人获得意识 如何重新思考伦理问题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叫做由狼而生 或者呢叫做双子世界 都是呢或者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宇宙灾星呢 大概是不同的翻译的名字 都是有关于这个话题 非常有益的文艺探索 собственно ука 小產生